工廠流出品的壞話 但是並不是說大家 去爬山 要買自己的衣服今天就只能砸大錢 這個地方 講了很多 就是工廠 就是小工廠的壞話之後 其實要講的是說 便宜不見得美好貨 第一個當然要講的是說 買裝備不見得一次到位 因為是要因食 因地因緣 要看我的什麼樣的地方 當然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會是 例如像我今天買雨衣 可能我前面有一件 好我今天這一件 紫色的是GOTEX雨衣 那有興趣可以等一下 好 等一下來穿 就等一下大家來摸摸看 這台GOTEX長什麼樣 我這樣的雨 其實也順便講到就是我今天前面擺了 我的裝備然後其實 目前它的狀態也就是通常我會收的 例如像雨衣我通常會 就能把它收成這樣子 收在雨 把它折在雨袋裡面 然後我會把它跟雨褲放在一起 因為通常比較多我會需要拿出換雨衣 穿雨衣下雨 它雨衣的時候通常也就是 會需要雨褲的時候 所以通常我就會把它收在一起 這樣一抽出來就是一套 所以其實例如像 GOTEX雨衣可以穿 但是其實我們也有 例如像其他草台的防空透氣的雨衣 你也可以 然後當然兩節是機車雨衣也OK 但是上山的時候 請大家千萬不要穿的是 小飛俠雨衣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通常有的時候 爬山會上階梯 然後通常我們的小飛俠雨衣 會買得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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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你跨出去 踩步道的階梯的時候 有很高的機率 會踩到自己的雨衣 然後就會摔倒 所以通常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 在上山的時候 你穿的是小飛俠雨衣 那當然千變雨衣更不用說了 千變雨衣通常在你出發了 30分鐘之後 馬上會變成破素腳帶 這也是非常不推薦 另外一個就是 保暖衣跟財汗衣 其實 我可以不用說 你也會給我 你會給我 我可以不要緊